今天是我兼职的第一天,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肚子好饿,刚好有家麦当劳进去吃点东西 来客人了,这是我的第一单,我可得 怎么是你 老师,我放学时间干点兼职,挣点零花钱 你这生意,有点惨淡啊,正好没人给我做两个免费的牛排尝尝 老师那你这有点太不要脸了吧,我不同意必须要给钱 你小子这是什么意思,敢不给我面子 好,那我就单独给你留点作业,让你写写 别老师,我这就给你拿钢烤好的 刚才是我不对你大人有大量,饶了我吧 臭小子,算你识趣 嗯,味道不错,再去给我拿瓶饮料,我要上面那瓶最贵的 老师这也太过分了,想白吃白喝,我可不能让他得逞,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 老师你可要接好了 哼,让你拿作业威胁我,我现在得马上离开这 要是被小绿毛逮到可就有我的好果子吃了 激活一下陷阱,后面就是厨房,我们进来躲着吧 刚好手里有电脑可以玩会我的世界了 臭小子,不就吃点东西嘛,又不花他的钱,还几眼上了,赶快出来给我道歉,不然 听我说谢谢你 不是这后厨,有这么重要吗,还在入口放陷阱 我倒要看看这后面有什么猫腻 有情况快拆电脑,听到老师才闪电陷阱的声音了,将给老师的惊喜摆上,赶快溜走 我专门在左边放了个告示牌,来激怒老师,其实我往右边的压力板跑了,传送过来后就能安心的玩会电脑了,就让老师在那找我吧 他喵的,原来是陷阱,我还以为是漏电了呢 阿威,我知道你在里面,赶快给我滚出来,卧槽有毒 可恶,又是陷阱,只能进行自我了断了 这小子,越来越阴险狡诈了,我今天,必须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让我猜,不对,肯定有猫腻 我直接跳下来,提前观察一下,我就知道,又是假方块 另外一个肯定也是一样,但是右边这个好像有洞,臭小子,肯定就躲里面了 卧槽这么高 又被骗了,还是不能看表面 果然,另外一个别有洞天,仔细观察一下,果然下面有猫腻 我去,怎么是这些玩意 不对劲,总感觉我又被耍了,这附近肯定还有别的机关 哈哈,被我看到了 你小子,果然在这里啊,就你那些小把戏,还想坑我 老师,你又吹牛,是闪电批的你不爽吗 你敢嘲笑我 那又怎么样,我还要继续送你大礼呢 就在天上,老师你看到了吗 看你还继续嚣张不,继续玩电脑吧 欢迎订队